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欢迎收看你们一部小新点进来的 由人生外号盲生狙击手冷行乱弯瞎解说的游戏视频 看视频就来八哥说游戏 这边呢咱们还是和王超一样 来到了训练基地前来寻找敌人钢枪 喜欢钢枪的玩儿话没说直接跑到了主楼里面 过来之后呢附近的脚步声就连绵不断 一直在我的耳边回荡 没有办法那么咱们只好从房顶上跳下去看看了 哎呀我去我这刚落地子弹就打在了我旁边的墙上 还好我直接一个信仰之月跳到了他的车翼 一波压枪扫射直接带走 拜拜了您呐 虽然说这位小哥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 但是近距离钢枪还是需要技巧的 我刚刚那一跳呢也是成功的躲掉了他不少的子弹 从而可以看出这个走位置有多么的重要呀 哎呦既然有一个黑影从我的眼前散过 咱们赶紧过去看看 哇这位小哥竟然还想从这爬向房顶 有门你不走偏偏要从我这过 难不成你是猴子请来送快递的吗兄弟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不死不死直接不死 随后呢咱们填一下这附近的盒子 这位小哥的盒子呢虽然说都不是很肥 但是他的这些子弹对咱们都还挺有用的 这另外一个盒子里面的物资也就剩下子弹了 看来已经被队友给填干净了 算了算了既然他都填走了那咱们就给他吧 咱们呢也钢了大半天的枪了 同样呢也是时候该犒劳一下自己了 上一下子弹看看能不能再嗑一个止痛药 回护一下我们的血量 哇这个止痛药刚刚咳了两下 还没有磕完附近就传来了真正的枪声 没有办法这喜欢钢枪的我听到枪声之后 那是根本控制不住我自己啊 只好出去看看了 哎呦还敢打我的队友二打一 稳稳的把你给击倒在地 随后呢打开四倍镜直接送他去坐下一趟飞机 看来团结就是力量呀 这波枪钢的毫发未神美滋滋 嘿嘿嘿 此次呢我的附近再次传来了枪声 我呢也是小心翼翼的再次观察着四周的情况 顺便呢再上一下弹夹里面的子弹 哎这过了一会之后附近的枪声竟然停了 那么咱们还是赶紧趁着这个时间 打一个止痛药回护一下我们的血量吧 毕竟这个血条看起来红红的 属是有点瘆人呀 好的咱们渴完这个止痛药之后 继续观察着四周的情况 哎呦 他的枪口火焰散了一下我的眼睛 直接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似必就压枪扫射直接带走 这一波歪薄压枪扫射那是格外的尾呀 我感觉这一艘子子弹全部打在了他的身体上 一颗都没有打空 嘿嘿嘿 现在这个时候呢 咱们的物资看起来都还不错 但是这个装备属是有点low呀 这都晃悠了大半天了 我竟然还背着一个遗迹包呢 在刚准备上仓库里面搜寻一波物资 组楼那边就出现了一名敌人 哇打了两枪之后我竟然残了 我的天哪 回头一看竟然有一名敌人 在我的屁股后面对着我疯狂输出呢 奇怪的是他竟然没有成功的偷掉我的菊花 哇也是厉害了 先不管他咱们继续与祖楼那边的敌人对刚 先是外搏做好准备 等他出来之后一波压枪扫射直接带走 但是看他这一身的装备也不像一个人机啊 竟然没有把我给打死 属尸没C了 算了算了溜了溜了 咱们还是到别处看看去吧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这里 来到这边之后 竟然发现了地上有一把被人遗弃的信号枪 而且还有信号弹呢 看来咱们这一把是人品大爆发了呀 可以的 捡到信号枪之后呢 咱们从来不带犹豫的 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咱们直接把他给发射了 仰望天空走你 过了大半天之后呢 这个超级空头终于落了下来 哇 这个超级空头既然卡在了围栏上 一般人是舔不到他的 对于我嘛 那肯定是二般人了 嘿嘿嘿 咱们呢利用这个大石头从这边跳上去 队友还想给我抢 不存在的 咱们一波鬼跳直接跳上来 然后独自一人享受这个超级空头 红彤神奇之手AWM 而且还有一挺M24轻击枪 带走带走统统带走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 咱们枪也刚了 超级空头也舔了 同样也是时候该给大家说再见了 如果你们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赶紧点开我的头像查看吧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你们的收看 拜拜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别忘记点个关注哟